大家好,23点47分啊,马上就半夜了 哎呀,又精神浅了,又聊聊哈 哎,这儿有一个帖子哈 这个看起来挺耸人听闻的哈 啊,说是三亚市三亚吧,海南三亚哈 是原来湛州吧,是湛州还是丹州啊 是吧,这个三亚的原市委书记啊 这个海口市的原市委书记叫张琪 是安徽人啊,是现年57岁 这个前年出事了啊 说是前年的9月6号出事了 说他住宅内起货黄金啊 金条啊,金砖啊,数量惊人 说现金,现金的重量达到13.5吨 啊,令查获账面上啊,来路不明的资金 2680亿 多套千余平米的豪宅 又一次刷新了记录 令误备啊,就我们这一辈,这一茬 叹为官职啊,贫穷 限制了想象力啊 然后说每次呢,抓到贪官总能搜出巨款 这不用说呀,贪官嘛,贪官嘛,贪的是钱嘛 却从不说明钱是怎么来的 呃,我也查了啊,这个信息 呃,我前两天也查了 就是也有官方的媒体报道 没有这么多钱 说才十几亿吧 啊,但是这有人说2680亿 然后有多套豪宅 可是说实话啊 我得到的消息 这个官方的媒体总是缩小 把这数字缩小 缩的小到什么地步呢 小的非常夸张 而且不不成比例 比如说吧,赵薇啊 大明星啊 赵薇不是 呃,据说他的情人之一 呃,是这个谁吗 许宗恒吗 深圳的市长吗 是吧 他怎么出事呢 他的房子泡水 泡水 把人家楼下给人淹了 但是呢 他不在这住 找不到他 然后最后没办法叫来派出所 叫来锁将 把门打开 把水龙头关了 关了之后发现屋子里放满了钱 后来就出事了 出事之后说许宗恒在北京一套房 实际上我听人家说 许宗恒在北京28套房 对吧 就最近抓起来那个大连的什么金州区 什么开发区的那个主任吧 那叫什么呢 那哥们 2700多套房 2700多套房 你能想象吗 是吧 去年我做了一个节目 给大家盘点了100多个贪官的房产 是吧 100多个贪官的房产 然后我那个帖子 就是我那个YouTube啊 我那个节目吧 我那个视频 点击量还不低呢 达到十多万次呢 是吧 可是那里边最多的 好像是380套 但是你看看大连就出了一个2700多套 所以很多他是给你缩小了 缩小一个是让老百姓 是吧 从情绪上 从情感上 觉得共产党的官还没这么贪 另外一个 是吧 这个可能海外 给外国人看 说这个中国的官员没那么贪 还有一个我猜 是我猜啊 我揣渡啊 我这人是小人啊 以小人之心 渡君子之父 是不是存在一种什么可能呢 就是 办案的这些人把这钱分了 是吧 办案的人 或者办案的这些具体人的上级 把这钱分了 是吧 或者说他们 跟这个抓起来这个所谓贪官 跟他达成一个协议 会不会呢 我觉得会 怎么达成协议呢 我给你报 少报点 能保你一条命 但是你的钱 我们搁几个 拿走了 借走了 我们搁几个花去了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是吧 因为在中国 没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没有真正的独立媒体 都是官媒 对吧 现在自媒体 还对你种种的限制 是吧 国内的微博什么的啊 限制 还说什么 新闻 你不能报 你要你要想报新闻 还得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事实上是不让你报了 对吧 而且中国的调查记者 越来越少 很多调查记者 曝光地沟油 那个河南洛阳的 给人打死了 调查记者 打死了好几个了 有的 更多的调查记者 给关监狱了 所以在中国 有的新闻 即使他冒个头 他没有后续的 那个追踪报道 啊 倒不到根上 打破砂锅 问到底 他做不到 所以最终很多人 就滑过去了 是吧 而且我听说 检察院前些年 不成了一个反贪局吗 反贪局 最肥的就是反贪局 他可以把你的金额缩小 让你轻判 保你的命 关不了两年 然后什么 你说你得个病吧 有个发明创造吧 保歪就医吧 是吧 然后呢 但是你的钱呢 你得花钱买命 花钱买路啊 对不对啊 这 这新鲜吗 别说这些大官了 就前一段 去年疫情期间 北京一个小伙子 没戴口罩 在超市买东西 一个老头 七十多了 说了他一两句 活活给老头打死了 后来发现 他大学期间 就给自己的女朋友 活活掐死了 为什么掐死呢 说他女朋友 之前跟别人睡过了 他就为这个 那女孩是贵州的 还是云南的 好像贵州的 后来家里边不富裕 到了北京之后 给人家赔礼道歉 然后又赔了人一大笔钱 进监狱了 他爸爸花好多钱 最后给他减刑 这刚出来 出来没两天 又给老头打死了 但是巧合的是 他当年掐死的 那个女朋友 和他打死的 这两个人 一个老头 一个小姑娘 一个北京人 一个贵州人 俩人都姓段 奇怪吧 是吧 段祺瑞的段 是吧 好像北京市 原来有个副市长 还是副书记 也叫段强 还是叫段什么 是吧 还有个叫段军毅的 是吧 好了 扯的有点远 朋友们 就聊到这 不再扯